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当然啊 我这里指的不是枪族 而是历史上的那个枪人 五湖乱华期间的这五湖 分别是匈奴 鲜卑 阶 底枪 这前几个我们大概都已经讲过了 那么最后的这个枪是哪个人呢 枪这个字最早是商代的时候出现的 只是商人笔下的这个枪呢 不是什么好词 每一次甲骨文出现枪 那都是以祭品的形式出现的 这个枪和后来五湖里的枪呢 关系并不大 因为后来者呢 来源要晚一点 而且情况也更加复杂 周贤王七年 21岁的盈曲梁成为秦国的新国军 这个就是秦孝宫 与大秦帝国当中的情况不同 商阳没到秦国的时候 秦国也不完全是一个软柿子 打魏国是打不动 但是打周围的蚂蚁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商阳还不知道去哪就业的时候 盈曲梁就已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 往东打到了河南的三门峡 往西打到了拢山地区 东边呢我们就不说了 西边这次影响很大 秦国扩展了300里的土地 这个就是后来的拢西郡 此后一直到秦始皇统一 这里始终都是中原最靠西的领地 也是最靠近青藏高原的地方 在周代 中原把西部地区的人统称为戎 在史记秦本纪当中 戎一共出现了57次 但是在秦孝宫这次打完这张之后 戎这个字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曾经戎人生活的地方 后来都已经成了秦朝的领地 但是秦的西方呢 还有一些中原人没见过的群体 那该怎么生物他呢 就这样 曾经那个属于商朝的那个字就出现了 这个就是戎 秦朝来得快去的也快 当西汉建立的时候 群这个字也就成了汉朝称呼西部族群的统称 中学学地理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这个地理是以东西走向三个阶梯 从海平面到中原 再到黄祖高原 这个地形呢都是从平到斗 但是到了拢西地区之后 这个地形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陡峭 海拔上升的也非常快 而中原所谓的这个群 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 可是去过甘肃宁夏 还有四川以北地区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过了陕西 西部的地理就变得非常复杂 没有统一的平原 也没有太多可以建立城市的地方 但是一个文明想要聚集 那就一定需要平整的地块 既然没有 那群是怎么发展起来呢 事实就是它压根就没发展 因为群从来都不是像匈奴那样统一的部落 而是散落在各大峡谷山地的小群体 他们自己之间也没有联系 群这个字完全是中原人给他们的统称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连司马迁的史记里也说不明白 说群到底是哪来的 有什么生活习惯 那后来参与五湖乱华的群人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参与五湖乱华的并不是只有这五个民族 来的人其实特别多 这五湖只是一个统称 而且这个群已经不完全是盘踞在西部的部落了 在汉朝后期 群人要不就是融进了汉人 要不就是在西北地区建立了小的政权 所以这里面的群更多的是指西边来的湖人 只是进入到中原之后不断的壮大 像后来的后勤 就是群族人建立起来的 而这些人后来也全部都融入到了汉人的群体当中